小米的春季發表會 歡迎大家回到 BUNNY LOOK 我是微信 猜怪 我是Odan 今天要帶大家來看的是小米的春季發表會 那在這次的發表會呢 小米一次發布了兩台全面屏的手機 分別是紅米 Note 5 以及 Mixed 2S 那我們就跟著小米李總的發布順序 來為大家簡單介紹吧 首先登場的是紅米 Note 5 這次總共出了四種配色 魔力藍 玫瑰金 金色 還有黑色 這隻手機讓李總自豪的說 是史上拍照最強悍的紅米手機 它是怎麼一樣的一個強悍法呢 首先它的後置相機 配置1200萬跟500萬像素的雙鏡頭 除了能用模糊算法拍出景深 更採用 DUO PD 雙殼對焦 讓紅米 Note 5 對焦能夠更快 發表會上直接拿蘋果 iPhone X 來做樣張對比 不過實際的拍照還是需要等我們拿到手機後 幫大家進步測試啦 另外自拍的部分 前鏡頭也加入 AI 辨識 無論是背景虛化或是智慧美顏等等 紅米 Note 5 都能透過 AI 進行場景辨識 而在逆光環境下 HDR 也會自動感應開啟 處理器的部分搭配 Snapdragon 636 並且有 3G 4G 6GB 的 RAM 三種規格版本以及 4000mAh 的大電量 價格呢 李總親自告訴你 好 我們先看第一個公布的價格 5499332G 同時會引進 4 加 64GB 版本 6999 6 加 64GB 然後呢 就是壓軸登場的小米 MIX2S 結合全面屏跟曲面陶瓷質感 小米設計獲得不少大獎 甚至在博物館中展出 堪稱手機中的藝術品 外觀頗受肯定 那其他的功能呢 除了拍照功能一樣吸睛 在 DxO 測試拿到了 101 分的高分 小米 MIX2S 相機還有 25 種標籤 智慧識別 206 種場景 讓你按下快門後 一級優化調校 完全不用後置修圖 就能有美美的照片 不但後置鏡頭有人像模式 前鏡頭也可以辨別人物跟背景 也能呈現人像景深的效果 另外人像模式還有一個有趣的功能 就是 AI 夢境景深 它可以將背景、動態虛化 有 6 種效果可以玩 強度也可以自行調整 最後輸出成照片或影片 讓你把美美的樣子放上臉書 IG 或是用 Line 傳給朋友分享 不過夢境景深功能 則需要等待後續的系統更新 MIX2S 搭載 Snapdragon 845 配有 6GB RAM 以及 128GB 的儲存空間 並且支援 7.5W 器無線充電技術 讓手機即使使用無線充電 也能在 2 小時 40 分內充飽電 說了這麼多 那價格呢? 這次換我告訴你 維持一貫的小米 Style E6999 共有黑白兩種配色 並且開賣首月還限量贈送無線充電器 以上兩款手機都是 5 月 9 號正式開賣 不過如果要搭配電信方案 就要再多等幾天啦 最後跟米粉們分享幾個消息 就是小米之家接下來在 7 月 會在信義微秀跟大家見面 同時也是在暑假 7 月左右 會在忠孝新生附近開設第一間直營的維修服務中心 這次的分享就先到這邊啦 接下來我們的邦尼Try 會有這兩支手機更詳細的資訊以及評測分享 記得再回來看喔 也別忘了訂閱邦尼幫你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